兩個機構在相當的 一段時間裡面 都做這樣一個民調 那麼得出來的結果非常接近 我們就可以很篤定的說 這個民調的可靠性非常的高 這就是我們昨天 我們就已經跟觀眾朋友說 要好好的解讀 當時中時所做出來的那個民調 它的可靠性 這次TVBS也就再度印證了 這個民調的可靠性 這個可靠性我們會看出來就是說 當柯文哲進來參選的時候 韓國瑜就再也沒有破四層了 都在四層以下 而且很穩定的 都是在36 38之間 這個已經 這也一直沒辦法破四層 所以等於是柯文哲出來參選的話 會影響這次選舉的結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看到 柯文哲本身的支持度裡面 他的綠營的支持度 我們看到一再萎縮 只剩下17% 他在藍營的支持度 他們的支持度裡面萎縮得更大 只剩下12% 也就是說如果對於 他的支持者來看的話 他的這個支持 他的綠營的人只剩下17 藍營的只剩下12 這樣的一個萎縮的時候 他還能夠拿到24到28 這樣的一個選票的支持度的話 就代表柯文哲的 年輕人的選票的支持度很穩定 就是說一直沒有流失 很穩的守在那個地方 也就是有24左右這樣的一個支持度 不管是賴欣德也好 或是蔡英文也好 蔡英文的時候 他的支持度會大一點 但是賴欣德的時候 他的支持度小一點 但是對韓國瑜來講 影響不大的情形下 我們可以大膽的估計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 柯文哲出來參選 對民進黨是有利的 因為當韓國瑜沒有辦法突破百分之 事實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 你是一直試圖要說服王世堅 如果柯文哲出來選的話 對民進黨有利嗎 王世堅一直在努力 證明他是弗龍格 他一直在強調 他具有弗龍格的個性 我只服到韓國瑜 到此為止 其他不服了 不是 我為什麼會說 當柯文哲出來選的時候 對於民進黨是有利 對韓國瑜不利的情況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了 當我們也做過民調 而且也是在前一份的民調裡面 柯文哲完全沒選 就是韓國瑜跟 對 藍綠對決的時候 韓國瑜穩穩贏 民進黨絕對沒有贏的可能性 可是你看37%對25% 38%對18% 這也是一個穩穩贏的格局 但是投票的時候 因為柯文哲的支持度 我一直在強調 柯文哲的支持者裡面 有一大群的是年輕人的選票 民調裡面 如果誰是第二名 假設是賴清德維持 一直維持第二 或者是柯文哲維持第二的話 他們本身產生的這種氣保效應 是不能排除它不會發生的 換言之也就是說 如果柯文哲一直維持 他爭到第二名 然後眼看著 賴清德是不可能贏的情形下的時候 綠營的人會不會有一部分的人 例如說5%或是6% 他們的人會不會移給柯文哲 這個是不能排除的 或者是賴清德維持在第二名 而柯文哲已經看起來不可能贏了 柯文哲的支持者中 那麼再把它轉移給賴清德 這也是不能排除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的話 對於韓國瑜來說 他就不一定是穩贏的 因此對韓國瑜來講 他要想方設法爭取到更多的中間選民 特別是年輕的這些中間選民 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支持 這是韓國瑜必須要努力做到 其實這個民調已經好幾份了 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改變 就是當賴清德出來 我們先講第一個好了 秀琳姐還有觀眾朋友剛才知道 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在討論賴清德去領表 那時候我應該也是坐在這個位置 我就跟大家講說 下一次出現的民調 應該賴清德會上來 柯文哲會往下壓 就是這樣有沒有 對 十九變二十五 然後三三變二十 對 我講說我禮拜一的時候 跟大家說賴清德出來 真的會擠壓到柯文哲的空間 就是這樣子 但是也更再次顯示了 就是當國民黨沒有韓國瑜的時候 他不只是沒有那麼強而已 很多選票是拿不到的 很多非國民黨跟中間選民 剛剛賴老師賴宥謙老師 在講的那個內容 大家剛剛參考一下 他會跑去 他會可能選擇不投票 或者是投給柯文哲的 這種時候國民黨就要去考慮 他還要不要選 當賴清德最後在四月的中旬 或是中下旬 成為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的時候 柯文哲就要考慮 他還要不要選 因為都被擠壓了 朱立倫因為有韓國瑜的存在 朱立倫 王敬平等 國民黨的大咖太陽級的參選人 他失去了存在的價值跟空間 柯文哲因為有賴清德的出來 也大大的降低了他在藍綠之間 夾縫中求證第三股白色力量的空間 但是問題是 剛剛惠哥在講的 惠哥一直覺得說蔡英文應該是連任 基本上是現任總統 他應該有他的力量跟堅持 可是如果他沒有過的話 接下來一年多的時間 這個現任總統但無法參選連任 以及民進黨要提名的人 他們是真的好還是表面好 私底下頭 謝昌廷跟阿扁從1994年 產品之間到現在也過了二十幾年 真的是還是兄弟嗎 蘇貞昌跟向庭在2008年的時候 從初選到後來要合成這個 就是蘇貞昌跟向庭 去打這個馬英九跟蕭蕭蕭 到現在為止他們兩個是好朋友嗎 所以這個已經在登記下去的 那一刻開始 賴清德跟蔡英文基本上 就已經不會再是 這種肝膽相招的同志了 蘇貞昌跟蔡英文和好 蘇貞昌很快的 會去支持賴清德的 你看這一次 大家注意 張宏露是有署名 我支持蔡英文的 在立法院前面黑黑黑的時候 是沒有張宏露的 所以我也要連署說我挺英 但是同時我要保留後續的 大家記得嗎 所以沒有真的和好 當時 對 蘇貞昌跟賴清德還真的好 賴清德為了要挽救蘇貞昌的選情 所以還是崩盤了 29萬 他居然可以把那個電廠 深澳電廠的事情 從原本就是一定要推 不然沒電 到後來說不然也可以不要 一系列就改變 所以還有賴清德 在2018的那個選舉當中 他是有幫 可能大家比較沒有注意 他是有親自幫孫昌錄音的 還突破廣告 蘇貞昌是政治上的先敗 他去幫他弄的 所以其實孫昌跟賴清德的問題 他們是好兄弟 比起孫昌跟蔡英文 大家或許看 看看是不是 我看你講的對不對 好 在這種情況之下 柯文哲他被壓縮了 而且剛剛秀文姐給大家看 那張比例圖有沒有 其實賴老師所講的是 他從更高的層次去看 可是從這張圖很簡單的看 就可以看得出來 朱立倫是拿不到那麼多 泛藍選民的票的 他連泛藍選民的票都拿不到那麼多 先前我有講說有一份民調比較怪 就是深綠選民的部分的話 朱立倫比韓國瑜高很多 可是這次看起來 就有點恢復向正常 好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中間選民跟彼此的基本盤 人有沒有出來會有影響的 綠的很強的人出來的時候 他泛綠他能拿到的票更多 藍的很強的人出來的時候 他泛藍可以拿到的票更多 所以顯然現在目前最強的 就是我們畫面左手邊的這個組合 藍綠跟非藍非綠的三個最強人 就是賴清德 韓國瑜跟柯文哲 這種情況下去PK的話 韓國瑜還是會贏的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也給大家看 為什麼會這麼瘋狂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話的同時 剛剛也發生了一個狀況 就是在香港的機場 很多的僑胞他們說 他們覺得很感動 為什麼 就是這個 因為他們要去接機 因為韓國瑜跑到了機場以後 然後他好像 他的下跡點跟原本講的不一樣 所以他們就一下子跑到東 一下子跑到西 在香港的機場亂竄 出現了很多中華民國的國旗 很多香港的 現在正在網路上流傳 就是說他們覺得很感動 就是韓國瑜來了以後 終於看到香港也可以出現國旗了 在匪區有出現 就是在特區 然後你看 南京也有 這也是剛剛的 這是新加坡的 Fair Price有很多級 他們講說比較大叫霸級 這個是小的 所以大家很早去拍這個有沒有 台灣的這個叫做 就是整個的這個農產品水果這裡 它有一個國旗 也是掛在那個箱子上面 所以這些事情都跟韓國瑜有關 然後他跟馬來西亞的 就是簽約的時候 他也是掛著一個國旗的 所以但韓國瑜把整個總統大選 不僅是他選的 就是已經打到是中華民國的 存亡的保衛戰的時候 藍軍的人我相信至少超過八成 甚至九成就是沒有任何懷疑 就是要投給這個人 就是韓國瑜 另外中間選民的部分 還有一點就是 他可以搶到 中間選民是什麼意思 農漁工他們算不算是中間選民 或許他們以前可能是勝率 他們會移動 這些真的是我所看到 傳統的國民黨政治人物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拿不到的 中南部的 家裡是務農的 做漁民的 做勞工的 但韓國瑜因為他的行銷的方式 他打到了這幾個族群 所以如果說韓國瑜 他最後沒有選 又或者是韓國瑜參選了以後 國民黨現在目前 只有他並沒有幫的話 就會是一個分裂的國民黨 對上團結的民進黨 你說民進黨怎麼團結 不是說蔡英文跟賴靖德博會好 是 可是蔡英文在下個月以後 他就會變成是一個 就是看守總統 他就無足輕重 就是他不重要 所有的民進黨的立委參選 都會站在賴靖德旁邊 他們會很快的 韓國瑜講的那個有沒有 就是像是妖怪一樣 有人講說是 那個叫什麼 麵包超人 麵包超人 金剛狼 麵包超人是會把他的臉 撕下來給大家吃 因為他是 因為那個作家是以前 日本的一個二次大戰的時候 他曾經因為二戰的弟弟死掉了 所以他就覺得說我要 我為人的人 人人為我 所以他畫出麵包超人 這樣的一個角色 可以把麵包四架給大家吃 還有妖怪手錶 對 妖怪手錶 沒有四東西給大家吃 但麵包有 有神奇的能力 團結的民進黨 跟分裂的國民黨 最後會不會爽到柯市長 這才是一個三角的議題 如果說國民黨不團結 民進黨很團結的話 可能高興的人會是柯市長 這個時候李柯先生 就會再度出刀了 我們就後續慢慢再觀察 還是說蔡英文總統 沒有辦法取得連任的門票 就憤而支持柯文哲 如果說蔡英文總統沒有取得 連任的門票 而去反對賴清德的話 那就不是我剛剛所講的基礎 就是團結的民進黨 但是以往今天我也必須再說 立文哲在這裡 國民黨的確好像很難團結 好 就這麼多年以來 我相信立文哲也會 很難 大家都想 可是就會很難 民進黨就是說 雖然我表面上我跟他不好 可是至少在集體的戰鬥意志上的話 我們還是會一致 也就是說如果蔡英文總統最後輸了 你說他去變成卡賴的第一級先鋒 這個是很難想像的 但很多事情都是過去沒有發生 而未來可能發生 如果發生那種狀況的話 那就是民進黨就變成是過去 印象中的國民黨 也會由蔡英文來卡賴 民進黨當然就更沒有機會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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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